要督根就趕快全部出青 位於板橋的南亞夜市 有店家掛出大布條 因為結束營業要打出青 原來是因為2月中開始 有建商要進行督根 南亞夜市部分攤商將被拆除 這公司的地方的那種房子 那些7月都要拆 會擔心嗎 那是一定的 多久啦 我這裡住16年了 就這樣 16年要辦會捨不得 怎麼講 當然會捨不得了 沒有辦法 有店家表示 因為是屬於成租的店面 後續該怎麼辦 只能再跟房東談 不過店面對面一排攤車 都已經收起來放在一旁 還貼出告示提醒遷移的地點 之後每時可能會變早餐 會規模的影響 對啊 會有影響 目前的南亞夜市 有約一半的店家 已經停止營業 就有民眾擔心 讀根後夜市規模會變小 不過夜市主委出面澄清 只有一小部分的區域會有影響 等到建案完成 夜市就會恢復 那個房子 那土地是建商買去的 房子也建商買去的 他們現在還要再招租 還沒有招租到 那個攤商而已 這個跟那個夜市沒問題 不會說夜市違背 才沒有這 絕對沒有這個事情 南亞夜市從民國76年開始 至今已經32年 是許多新北市在地人 童年的回憶 突然貼出多更公告 還實施圍錄工程 也讓許多民眾擔心 童年的記憶會消失 記者黃小平 徐陽方 新北市報導